乙酸、饼铜、甲醇的用途还是相当广泛的。 如果避难所前哨想真正意义上帝开启工业化, 那么这些化工原料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暂时派不上用场, 但楚光还是给予了玩家WC真有文字1000贡献点的奖励, 并且对他利用木头作为原料成功制备乙酸、饼铜、甲醇的卓越贡献进行了攻势。 话说,这算不算是网游小说中的全副公告? 看着WC真有文字一脸自豪, 其他玩家满眼羡慕的表情, 楚光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这个优良传统保持下去。 嗯,不只是游戏里, 官网上也得公示一下。 以后还可以弄个名人堂, 在里面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玩家达成了某项成就。 这种成就可以是解决了发展问题, 也可以是通关了某个高难度副本。 作为一名贫穷的统治者, 廉价的荣誉感是他能够给予玩家的唯一高兴价比的奖赏了。 完事之后, 楚光带着夜食和垃圾军沿着湿地公园外的出城高架, 继续向北探索。 一边搜寻猎物的踪迹, 一边寻找有价值的探索目标。 清泉市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东南角, 沿三环线和二环线呈扇形分布。 而灵湖湿地公园所在的北部, 则是以住宅区为主, 沿着出城公路甚至还能看见不少未完工的楼盘。 这一片区域除了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配套设施较为完善之外, 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只有一些清工业小作坊零星分布在远离住宅的郊区和垃圾焚烧站做邻居。 而现在, 他们大多被森林覆盖。 河站来临之际, 清泉市的北郊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极低的战略价值, 几乎没有遭到战略武器的直接打击。 不过相对的, 在秩序全面崩溃之后, 数量庞大的难民却给这里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灾难。 超市、便利店、菜场、商场很快被轰抢一空, 紧接着遭殃的是医院、学校、 写字楼乃至沿街的所有商铺, 甚至是住宅内的每一个冰箱, 储物柜。 没有任何避难所会堵上自己的安危, 开启闸门接纳他们, 况且也办不到, 而彻底瘫痪的交通, 也让这些人很难离开这里。 即便是200年后的今天, 也能从墙上的弹孔和破碎的玻璃, 亏见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惨剧。 有的橱窗上, 货架旁, 垃圾桶里, 甚至至今都还挂着 未完全风化的骸骨。 嘶, 这也太惨了。 看着抱在一起的一大一小两具骸骨, 垃圾君于心不忍地挪开了视线, 将敞开的垃圾箱门合上。 夜时的反应倒是还算淡定, 毕竟他也不是第一次跟着楚光出远门了, 对这里的情况早就习以为常, 甚至还摆着老玩家的架子点评了两句。 有一说一, 这游戏的场景设计做得还是挺到位的, 就好像真的在末日之后的世界一样。 这里本来就是末日之后的世界。 楚光淡淡地随口回了一句, 小心观察着店铺橱窗内的情况, 并在纸质地图上做了个一个记号。 这里应该是一家服装店。 不过货架上没剩几件衣服, 唯一挂着的两条瀑布也爬满了黑区区的霉具。 显然很早以前, 就有拾荒者光顾过这里, 而且来了不止一波。 我觉得我们是在白费力气, 夜时叹气说道, 很显然这里都被搜刮干净了。 总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比如这玩意儿。 从几乎粉碎的柜子后面找到了一盒没拆封的针线包, 楚光将它扔到了夜时手中。 针应该是合金材料, 线的话应该是人造丝, 没有拆封就不存在被氧化的问题, 别说过了两百年, 就算再过两百年也能用。 此刻前哨战最缺的就是这些小工具, 腾腾应该会对他感兴趣。 再没东西可搜了, 一行人准备从这家店里撤出。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嚎, 紧随其后的便是啪啪两声枪响。 听声音, 像是五毫米子弹。 楚光瞬间警觉, 从背后取下铁管步枪, 矮着身子躲到了墙根的阴影下, 小心循着声远处望去。 不远处的街角, 斜歪着的广告牌下, 套着灰色外套的男人重枪倒地, 面色惊恐地向后挪动着。 鲜血从他背后渗出, 流了一地。 拾荒者。 没等一会儿, 街角又拐过来一道人影。 只见一名穿着瘦皮外套的枪手, 正咬着半截香烟, 手中拎着一把用垃圾拼凑出来的 铁管步枪朝着躺地上求饶的那人走去。 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人一狗。 只见那同伙的手中同样拎着一把造型相仿的步枪, 腰上还挂着一把消防服, 另一侧拴着狗链。 楚光的瞳孔微微收缩。 只用了一秒钟不到, 他便迅速判断出了两人的身份。 掠夺者。 外面什么情况? 夜时从一旁凑了过来, 压低了声音问道。 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声了, 但隐匿的技巧终究还是弱了不止一点。 虚。 楚光刚来得及做出一个近身的手势, 便看见那条脖子上拴着铁链的变异猎狗瞬间扭过头, 冲着自己这边吠了两声。 楚光脸色瞬间变了。 卧槽。 这畜生的技能点全特么加感知上了。 电光石火之间, 两名掠夺者也瞬间看了过来, 反应相当迅速, 抬起手中的步枪便打。 啪啪。 连续两声枪响, 楚光迅速将脑袋缩了回来, 不过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纯粹是多虑了。 那手工掉外的步枪八成是没有弹线。 隔着一条街的距离, 也就打了个寂寞, 几发子弹果不其然连自己旁边的门都没摸着, 全落在了水泥路上。 焦火了? 什么情况? 我们是不是碰上变种人了? 躲在商铺内的垃圾菌, 一点儿不慌, 甚至兴奋地磨裙擦掌。 夜时这小子也是一样, 第一时间拔出了镖枪。 你们都别慌, 我先瞅一眼。 瞅个屁呀! 看这俩家伙一点儿都不知道怕, 楚光鼻子都要气歪了, 腾出手一把按住夜时的脑袋, 把它按了回去。 是掠夺者。 是掠夺者。 两个人都有枪, 还跟着一条狗。 你们从后门撤, 我们在正南方向三百米外的公交车站前会合。 尊敬的管理者大人, 我们为什么要撤退? 对面不过是两个人加一条畜生, 我们的人并不比他们少。 垃圾菌握紧着双拳, 我们也可以战斗的。 没错, 我们可以战斗。 夜时也兴奋地点着头, 捡起了管理者刚刚扔下的十字弩, 士气高昂道, 我们虽然只有一把枪, 但咱们还有燃烧瓶, 和这头两米高的蜥蜴, 我不信它还打不赢一条狗。 听到这句话, 正紧张着的楚光瞬间也回过了神来。 对呀, 跑个啥? 以前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脑袋双裤腰带上在外面开荒, 遇到这种穷凶恶极的土匪躲一躲到也正常。 现在要枪有枪, 要人有人的, 还特么跑个筋。 何况对面就俩人。 楚光的反应也很快, 当即做出决断, 同时也拉动枪拴将子弹上了糖。 干他压的! 你, 拿着燃烧瓶去那边。 楚光将燃烧瓶和火柴一并丢到了夜时手中, 随手一指, 指向了街角的斜对面。 注意听我指挥, 我这边枪一响, 你点火就扔。 对方不知道自己这边有几个人, 看到有人冲出去, 肯定会追赶。 结果燃烧瓶的夜时愣了下。 我, 我该怎么过去? 跑过去, 不然你还想我背你过去? 放心, 他们的枪没有弹线, 打不中你的。 说着, 楚光伸手推了他一把。 夜时一个亮枪颠到了门口。 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想到这可是在管理者大人面前表现一番的机会, 他咬咬牙, 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妈的! 拼了! 游戏里怕个等。 果然, 就如楚光所预料的那样, 见到夜时从店铺里冲出去, 那两名跃夺者立刻鸡里呱啦的一阵怪叫, 朝着他放了两枪。 哈哈, 我的小宝贝, 你往哪儿跑啊? 放弃吧, 你跑不掉的, 现在投降, 还能饶你一命。 夜时听不懂这些人在说啥, 只感觉子弹嗖嗖地擦着自己头皮飞。 他的脚步一刻也不敢停, 也不敢抬头, 一股脑地冲进了街道另一侧的店铺。 两名掠夺者相视一眼, 邪恶一笑, 一前一后端着枪压了上去, 并且放开了狗链。 身上没有枪, 八成是在这附近捡垃圾的拾荒者。 捏死一只拾荒者, 对于它们来说和踩死一只蟑螂没什么区别。 躲在店铺内的楚光一动不动, 安静地等待着时机。 听着那犬吠声越来越近, 它猛地探出半个身子, 瞄准了那只狂奔而来的便衣猎狗扣下扳机。 砰! 九毫米子弹破膛而出, 不到五米的距离根本无可闪避, 一枪打穿了那畜生的侧腰。 虽然楚光瞄的是头,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只见那条猎狗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滚了两米便不再动弹。 冲到近处的掠夺者先是一愣, 显然没想到对方居然也有枪。 当他回过神来, 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已经惨死, 脸上的表情瞬间因愤怒扭曲了。 老子要活剥了你。 穷,冷静, 对方不止一个人。 那话音还未落下, 一只燃烧瓶便扔了过来, 怕第一声砸在了两人身后的废车残骸上。 火焰随着四散的玻璃碎片一并窜起。 见对方居然还有燃烧瓶, 掠夺者慌忙躲避, 心中已经萌生退役。 然而被火焰封住退路的他们, 一时间却也无路可退,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被动。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掠夺者忽然用眼角的余光 从街边商铺的屋檐下 瞥见了一道恐怖的身影。 那是一只墨绿色皮肤的蜥蜴。 或者说, 人形蜥蜴。 怪物。 搜。 一道破空声, 扯断了那掠夺者说到半截的话, 迎面扎来的镖枪直接贯穿了他的胸口, 将他钉死在了身后燃烧的废车上。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也没想明白, 那长得和一种似的怪物, 为什么会和拾荒者混在一起。 他听说过驯化变异猎狗作为宠物的, 甚至听说过养熊、养马的, 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驯化这玩意儿。 这也太离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